大家好,我是独立游戏开发者丁群 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介绍了Coccos2D这个游戏引擎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会接触到更有趣的内容 这一讲当中呢,我将带领大家解析Coccos2D HelloWorld工程的原代码 好,首先第一步呢,我们下载Coccos2D的原代码 Coccos2D的原代码在它的官网就可以下载到 Coccos2D的官网是Coccos2D-iPhone.org 在这里,你点击Download的页面呢,就会看到稳定版本的下载 稳定的版本呢,目前是2.1版和1.01版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一点几的这些版本呢,都是支持OpenGL 1.0的 而2开始的版本呢,从2.0开始呢 Coccos2D支持的是OpenGL ES2.0 目前主流的设备呢,都是支持OpenGL ES2.0的 所以没有特别的理由的话呢 大家都要使用这个2.1的以后的版本 好了,在这里呢 下载当前的这个2.1版本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就是开源的精神 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汇费 你就可以下载到原代码 那么我这里呢,已经提前下好了原代码 下载下来呢,我们首先呢 这个叫解压缩 可以看到呢,它实际上并不大 解压缩之后呢 也在这个文件夹底下呢 就是Coccos2D的 Coccos2D的 这所有的这个内容都在这里边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有些工程文件 这里提一下Coccos2D这个游戏引擎呢 也是支持MacOS操作系统 就是说如果你想开发MacOS的游戏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工程文件 在这里呢 实际上是可以运行Coccos2D的一些例子 一些历程 这些历程呢 无论是它的原代码还是它运行的情况 都可以帮助用户了解到Coccos2D它有哪些功能 它到底能干什么 大家呢 以后了解Coccos2D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要经常的看一看它的历程 运行它的历程 在本讲的最后呢 我会带领大家呢 来运行这些历程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像Coccos2D这个文件夹底下呢 就是它的原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文件啊 头文件和它的实现文件 这都是Objects写成的 这就是它的原代码 我们以后呢 可以就是深入的了解这些内容 那么目前来说呢 在Coccos2D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代码 都是给你的啊 并没有任何的库 这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甚至可以改写某些 类或者添加某些功能到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这个Coccos灯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 就是Coccos2D集成的一个啊 它的音乐引擎啊 就Audio引擎 它可以用来播放啊 各种格式的音乐啊 甚至同时播放音乐 像我的游戏人人都能弹吉他呢 也是拜这个音乐引擎所赐呢 能够实现啊 然后它呢 还有一些外部的啊 用的一些 嗯 类库啊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box2D 这是物理 物理碰撞引擎啊 还有其他物理碰撞引擎等等 这些内容呢 都是外部的用到的库 还有它的一些resource 这个是运行历程用的啊 等等等等 好 我们看了这下载了这个Coccos2D的 所有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要安装这个 template啊 安装这个Coccos2D 好 怎么安装呢 上不需要上网上查了 我们只需要点开这个readme这个这个文本文件 就能看到呢 安装的方法 这里面呢 会对Coccos2D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呢 第一步呢 它就会教给大家如何的来运行这个呃 它已经事先写好的一个shell脚本来安装呢 这些template啊 这些模板 好 你看非常简单 只要进入我们解压缩之后的这个文件夹呢 运行这个脚本即可啊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我们打开一个shell 在shell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文件夹就是Coccos2D的文件夹 好 我们来运行这个 我们来运行这个shell脚本啊 OK 那正在正在安装啊 这个安装的过程呢 非常快 呃 最后呢 如果大家显示看到它的显示是这个已经成功的档了啊 这就是安装成功了 好的 安装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创建一个Coccos2D的helloWorld的这么一个工程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然后启动Xcode 呃 这些template呢 实际上是装载到了这个Xcode当中 在Xcode的新建一个工程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新建Coccos2D相关的这种工程的 呃 呃 这些选项啊 在本教程当中呢 所使用的Xcode是5.0版本啊 这也是呃 目前最新的支持iOS7的这个开发环境啊 好 好 在这个Xcode的启动之后呢 我们选择创建一个新的Xcode的工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边分为iOS和嗯 这什么底下这是macOS的工程啊 我们是要创建一个iOS工程 你看有很多选项 你看这里边就会出现Coccos2D相关的啊 这里Coccos2D呢呃前面这个呢是Coccos2D1.0的时候啊 因为我我开发我在接触到这个开发的时候 当时Coccos2D还是1.0的版本 那么我们刚才安装的呢就是这里Coccos2D2.0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四种这个Coccos2D的工程可以选择啊 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啊 紧包含Coccos2D相关的内容的啊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是这个withbox2D啊 box2D是一个物理引擎啊 大家可能知道的这个愤怒的小鸟 angry bird的这个物理引擎就是box2D 还有一个也很著名的物理引擎就是这个 另外呢它还可以支持JavaScript 如果你的游戏当中需要这些内容啊 需要物理引擎或者需要运营JavaScript的话呢 就选用相应的不同的这个版本 那么我们呢在解析Hello World的时候 就选择一个最干净的Coccos2D给大家演示啊 好 然后呢我们来创建一个Coccos2D的工程 首先呢起一个名字啊 我们就可以起一个随便其实什么名字都可以 它生成的原代码呢 实际都是一样的啊 只是它的这个layer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一会我们再具体解释 那么我们呢就叫它Hello World 一般的开发者呢 当他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学习一门新的技术的时候呢 往往都喜欢写一个Hello World的小程序 这个Hello World虽然小但是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带有了所有的可以执行的内容啊 你剩下的工作就是在上面添加你自己游戏独特的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Hello World虽然小但是呢很重要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重点 那么呢还有一个选项呢 就是这个device family 就是你可以设置这个工程呢 是一个universal的 universal就表示呢 它同时支持iPhone和iPad 你也可以做一个只支持iPad或者是只支持iPhone的都可以啊 我们可以在AP Store上可以看到这个有很多的程序 其实都是支持universal 所以我们就创建一个universal ok 然后点击next 然后他会问你 你要把这个工程文件存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找一个地方把它存储在这里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呢 底下有一个默认勾选了的选项 就是说createJit repository 这个Mac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默认是勾选上 这个是版本控制 就是说呢 你自动会在你的这个创建工程的时候 创建Jit 一个Jit repository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工程呢 就已经带有版本控制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用Jit Jit可能大家也可能已经了解到 它实际上最初是Linux的一个版本控制软件啊 然后呢 在Linux的时候呢 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 有很多的用户 那么Xcode也集成了它 所以它就是Xcode本身自己内置的这个版本控制工具 我们呢 后面会也会经常介绍它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保持勾选它 然后来create这个我们的hello world的这个工程 好了 你看很快 这个hello world的就建成了 我先带领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hello world的这个工程呢 这只麻雀都有哪些内容啊 首先呢 我们就会看到呢 它的工程的设置啊 当你这个呃 你的这个当前获得激活的是这个工程的名字的时候呢 它显示的这些都是它的工程文件的内容啊 我们来简单的走一遍 首先呢 你就要有一个bundle ID 这个bundle ID就跟我们啊 前面讲过的你的这个APP的ID呢 这是一样的 你在你的这个苹果的你的那个profile里边创建的是哪个ID呢 这里就应该是和那里相同的啊 这里version呢 现在是空的 你可以起一个比如说0.0.1啊之类的都可以 这个build呢 也是一个号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两个号呢 可以选择同一个 这也没关系 但是当你真正的提交你的APP到AP store的时候呢 你的AP store上 你事先注册好的版本号 一定要和这里对起来 不然呢 会被reject 然后呢 这个选项呢 也很重要 这里呢 就是选择你从 你支持iOS的最低版本是多少 然后iOS呢 目前发展到7.0的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版本啊 现在呢 最低版本啊 你像4.3之前的呢 其实都不需要支持了 因为这样的 嗯 device已经很少了 也很少有人在用了 嗯 但是呢 嗯 作为一个开发者啊 你从产品的角度考虑呢 你还是尽量向下支持的 device和用户多一些比较好啊 嗯 我的一个程序呢 一般是支持4.3以上的 其实5.0以上就可以了 现在4.9的这个iOS版本已经很少了 你看在这里 在这里呢 我们刚才选了Universal 实际上你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意的修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你现在是Universal的呢 它就有iPhone和iPad这些两套设置啊 那么这里勾选的4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呢 就是你这个游戏呢 呃 玩的时候呢 你是竖起来玩还是横起来玩的啊 像一般的 嗯 iPad上游戏呢 像landscape就是说横着玩 啊 横着玩你也可以 考虑是单方向的啊 横着玩还是双方向都可以 它会自动翻转 像目前它默认的就是横向的这个 呃 放置device 而且它两个都勾选上left right都勾选上 表示当你翻转这个的时候呢 呃 iOS会帮你自动的根据呢 重力感应翻转你这个屏幕 这也是大多多数的情况啊 如果你你如果你希望你的游戏是竖起来玩的 那么你这里就要选择portrait 而且也是你如果需要重力感应的话呢 你可以啊勾选upside down这样子 这样子 好 我们呢保持这landscape啊 这个status by style呢这个呢 是指啊这个状态栏啊 比如说像显示电量啊等等这些需不需要显示在里面啊 你看我们现在默认勾选的是hide during application launch 这也是一般的这个呃 episode上游戏的设计 就是它不会显示电量了 还有呃 wifi的信号了等等这些信息 这样可以最大化这个游戏的显示画面啊 然后下面这个内容呢非常有趣啊 这里是呢appicon appicon呢就是你的应用将来在用户面前看到的时候呢 你的icon 然后因为iphone 因为appstart的这个内容很多像iphone ipad 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用web显示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你的应用的这个icon都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呢 他要你提供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很多尺寸的这个内容啊 比如像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 这个iphone如果是no retina 这就是指iphone3gs以前的版本啊 就是没有视网膜屏的时候 那么这个尺寸是57x57 iphone retina 好 然后在iOS6.1 不是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比如说iphone4s啊 iphone4 他们呢视网膜屏的时候 你看他的这个分辨率大了一倍 那么iphone retina呢 这个呢 指的就是iphone5 嗯 他的分 你看他又大了一些啊 包括ipad上这些尺寸都不一样 你都必须提供这些内容啊 在这里呢 你看有几个是没有的 有几是没有的 这是因为呢 目前来说呢 这个costrd这个版本的时候呢 他们默认的这些icon呢 并不全啊 并不全 你可以 你debug的时候没有关系 debug的时候呢 这些不全也没关系 但是你上传的时候呢 呃 当你上传完成之后 apstarch会检查你这些icon是不是全了 如果说缺少某icon呢 他会给你reject 并且告诉你添加 相应尺寸的这个appicon啊 这个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你将来这些相应的icon就可以了啊 这些就不会再是warning了啊 好的 那么从xcode的5.0之后呢 这个引入了一个这个asset的catalog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他呢 实际上更方便的帮助大家来设置这些icon啊 当你选择了这个之后呢 这里就变成一个箭头啊 我们到这里呢 你看 这是非常直观了啊 你只需要将你的这个icon 对不起 你只需要将你的icon拖放到这里呢 即可 只需要从这里将icon拖放到相应的位置啊 尺寸是正确的之后呢 就是就可以了啊 这里呢 你看这里解释的更清楚 iphone的啊 这是底下是ipad的啊 他的这些icon都是什么 而且iOS7的 iOS5的啊 大家知道 可能i 可能大家了解到 iOS7呢 之后呢 这个 呃 他显示的倒角 这个 也变化了啊 他的尺寸也变化了 这些APicon 所以呢 有些icon就需要特别的进行设计啊 比如说扁平化的设计等等 你就当你的这个应用在iOS7的设备上显示的时候呢 他自动会选择你的这个iOS7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图标 好了 这就是图标啊 图标 那么我们再回来啊 图标解讲完之后呢 就是launch image launch image呢 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呢 它是当你游戏启动之后呢 用户看到了第一眼的内容 他和他和这个APicon实际上是一样 他也需要各种尺寸来支持你iPhone呢 需要这些尺寸 五种尺寸啊 为什么五种呢 因为一个是非视网膜的3GS的啊 一个是iPhone4S4的这些 还有一个iPhone5的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你看iPhone5的这个分辨率是640x1236 比这个iPhone4S要长 然后呢 包括他竖起来和横过来的呢 是都是不一样 都需要你相应的设置啊 iPad也是